我们再来看看 其实全世界有很多不好的消息 必须很遗憾的告诉大家 包括在中东这个地方 伊朗为了要报复以色列的攻击行动 所以我们看到它发射了200枚的飞弹 去炸以色列 而您可以看到其中据说 它第一度动用法塔及音速飞弹 现在导播让我们看到的画面 就是在天际中 看到以色列的铁穹 也发挥了作用 它拦截了这些从伊朗发射出来的飞弹 据说其中也有法塔及音速飞弹 而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BBC的说法是说 这一次这一波的飞弹攻击 弹道飞弹中只有流星三型的弹道飞弹的射程 可以从伊朗射到以色列 所以这是BBC的报道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这些飞弹都被拦截了 被以色列的铁穹给拦截了 而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 伊朗轰炸以色列的规模史上最大的一次 CNN就分析说 这是聚焦袭击三个目标 哪三个目标 包括以色列的情报部门 摩萨德 以及有两个地方都是空军基地 它是驻有F-35的战机 两个空军基地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在伊朗这边他们自己也有宣传嘛 他们会告诉他们自己伊朗的人民说 我们精确的命中了目标 九成的飞弹都命中了以色列的目标 所以民众您可以看到夫老西又上街庆祝 这是在伊朗的街头我们看到的画面 而另外美国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拜登知不知道呢 拜登总统他在白宫 他说有个战情室 在白宫的战情室 他说我们掌握了 而且美国也向伊朗发射了大约12枚的拦截弹 这是从海军的这个驱逐舰发射出去的拦截弹 可是他没有说明到底拦截多少飞弹 那拜登说这一次的拦截行动是在美方的指示下进行 伊朗的攻击已经被挫败无效 那苏利文说 以色列没有人死亡 可是在约旦河西岸 有一名巴勒斯坦人被飞弹的碎片击中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这个纳坦雅胡 他就很得意吧 某某程度是这样 他说伊朗犯下了大错将要付出代价 谁攻击我们 我们就攻击他 哇塞 好tough啊 你可以看到呢 昨天他还录了一段影片 跟伊朗人民宣布说 来我们可以和平相处 我们要消灭某一些人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报复行动真的是如火如荼 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停歇呢 纽约时报说 下一步他会怎么做 他会打击伊朗的核设施 因为大家知道 国际间盛传 尽管伊朗没有承认 有浓缩釉 他要去把它给毁灭 而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以色列是西方开战 北边东边南边 他同时在开战 北边呢就是真主党了 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 我们看到他出动了有限的地面攻势 所谓有限度的是说 他精准打击这个真主党 我们看到包括拜登说不要再开火了 可是以色列才不管他 他继续攻打黎巴嫩 现在已经导致千人死亡了 上百万人 大家请注意哦 是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光是昨天一天就有75人死亡 172人受伤 这还是保守估计 这是以色列第98师的 精锐师地面进攻 他进去了黎巴嫩 可是他说我们是有限度的 而我们看到黎巴嫩的政府军 其实是退守的 某种程度我们看到报道 是黎巴嫩的政府军 他往后退了5公里 那外界就觉得奇怪了 有敌军入侵 你怎么会退呢 原来真主党跟以色列的政府军 其实某种程度是不对盘的 是对立形式 所以以色列去打真主党 那政府军黎巴嫩的政府军 是袖手旁观的 我们看到北约 在这个时间点 北约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中东是乱糟糟的 那北约现在他们专注在中俄之间 对乌克兰战场上发挥的作用 包括您看到北约新上任的秘书长 叫吕约 他说中国是侵 中国是俄罗斯亲乌战争决定性的力量 他一口咬定 他认为中国在助长 助长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中俄建交 75年中国大陆的大使就在这个金砖 克山峰会中说我们会跟俄罗斯一起发挥 双引擎的作用 包括在经济上面 而现在包括普钦 他当然也有一些 因为经济上被封锁 各种被西方的这个世界围堵的状况 所以他们的天然气 这个地方有一些本来是输往欧洲的被关闭了 于是他就兜售给中国大陆 那现在我们看到包括习近平 他就趁机抓住普钦的软肋 顺势砍架 既然你这么多天然气卖不出去 那卖给我便宜卖吧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来请教这个将军 将军怎么看包括两个战场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这个乌克兰战场 以及包括在很重要的中东战场 这次我先讲 伊朗是玩真的 跟4月以后那次来讲是玩假的 是完全不一样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现在最新得到的一个状况 就是这个红色点代表伊朗 这次来讲的话 他导弹攻击的目标 几乎整个涵盖了所有以色列 那以前来讲的话 大家打假的时候是 找一个沙漠来打 或找一个空心基地故意打偏 然后干嘛 那这次很明显 他落战点几乎涵盖了整个以色列全境 几乎都涵盖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为什么伊朗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反击 我觉得这意义非常重大 那为什么呢 大家要看到 这时候刚好是什么 是昨天 这个以色列来讲 发动地面攻势 然后开始 98是开始进入 这个黎巴伦南边来讲的话 那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开弓没有回头箭 你这个部队已经投进去之后 我趁着你部队投进去之后 我这时候才开始发动第二波的攻击 除了说是助长 曾助长之外 那另外让以色列来讲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你这个部队要不要回防 来回头来应付伊朗 你知道拿破仑 我们最有名的战役叫什么 滑铁卢战役 军事上面滑铁卢战役 其实拿破仑刚开始打赢的 他跟英国来讲的话是打赢的 他后来为什么要败人 他认为他胜了 他把预备队丢进去 预备队丢进去 没想到普鲁是从 从他屁股后面绕过来 所以惨败 那这次会不会以色列也犯了 这样一个错误 那我们再来看 以色列这次 这个地面攻击的目标 这是我自己特别汇出来的 他目标我们都知道 他有一个最大一个 纳坦雅胡讲的 他要让这个 那时候为了加差战争 然后迁居到 这个以色列中部地区的人 他能够回到北部地区去 能够在那个地方安全的生活 也就是从以色列中部地区 要回到这个海法上面 这块地方 在这边 那在这边合理来讲 这个距离来讲的话 那第二个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自己研究了很久 那我把以色列所有的飞弹 他的火箭弹的射程 我标示出来 他要怎么样让这些老百姓 回去可以安居乐业呢 那因为项目很多 有就有的 跟这次来讲秘密武器 打出来的导弹 但是最关键的是这个 就是我们讲 卡丘莎火箭弹 40公里 那上面这些 大概都打不到40公里 那么远的射程 那40公里以下的 以上的大概都是导弹 导弹它数量有限 增速港的数量有限 大概以以色列来讲 它铁雄系统 或者大卫投石 或者是美国协助 它的这种爱国者 都可以拦截到 那反而是 卡丘莎的数量非常多 所以它最起码要推进 40公里 然后才可以建立安全区 好 现在来了 那建立安全区我研究很久 我认为说是 它的安全区 一定要打到利塔尼河 大家可以去Google 看一下利塔尼河 刚好是一条横的河 是在黎巴伦纪念 那配合上它这边 葛兰高地 葛兰高地居高临下 再像这条河 天然的屏障 这个距离概略有30公里 也就是说距离 海法来讲的话 是安全保障距离 那更不要说距离 特拉维夫有100多公里 所以我觉得它这次目标 应该是打那边 但是很注意的就是说 你地面公司发起的时候 这都突然伊朗对你实施空袭 那根据我目前得到的讯息是 有20多架的F-35被击毁 那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很严重耶 但后续看可不可以证实了 有没有那么多架被击毁 如果说是真的话 那对以色列是很大一个打击 因为现在以色列好像对外的宣布都说 我毫发未伤 没有人员伤亡 所以这个讯息我们现在还在查证当中 对 来 攻击方伊朗一定会强调它的战果 所以它说94%成功命中的 那这个防守方 以色列一定会想办法强调 说对不起你都没打中 所以大量的人都没打到 那支持以色列的美国 就是说你看打了半天 打了一百九十几枚快两百枚 然后这个以色列人一个人都没死 就受伤 然后你尼巴勒 巴勒斯坦人 你反而死了 那这是美国人的说法 然后俄国的说法就不一样 俄国的说法 因为他支持伊朗 他就会说 你美国的这个海上的拦截 都没有成功 都是 那到底是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美国说我很成功 对 美国的意思是说 我的拦截很成功 然后俄国人说 不 你的拦截很失败 所以这种讯息太多了 讯息太多了 但是我们要观察的是 那以色列同不同意记者去采访 不同意 第一个 以色列不准记者去采访 观察说报导 那个炸的情况怎么样 炸到哪里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不准新媒体 就是网络的媒体 来去报导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只要跟犹太人有关 美国的媒体很有可能 会全面性的封锁 那什么时候 我们才会看到真正的画面 就是您刚刚看到的 第一时间马上播出来的画面 可是第一时间播出来的画面 确实有很多导弹 是落到地上在爆炸的 并不是在空中被打下来 然后它的残海落到地面 那换言之也就是可能还要一段时间以后 透过非犹太人所能掌控 也就是非美国人所掌控的网络 它从别的地方再传不进来 可是这个网络就有真有假了 有的人可能是造假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好像以色列被炸得很惨 很有可能那是完全的造假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怎么样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接下来呢 接下来第一个 我们留意到的就是 这个战事已经歪异了 它已经把伊朗也卷进来了 伊朗也卷进来了以后 那现在的情况是 油价一定会涨的 油价在昨天一炸以后 今天就涨了2%了 那会不会再破80% 破80块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是71块多 如果它涨到80 那就开始要上看100了 这个时候物价又蠢蠢欲动了 能源的价格又开始动了 好不容易压下来的物价 可能又要开始往上走 经济复苏没有发生 物价又往上飙 我觉得这个对全世界 都不是好消息 这是我们忧虑的事情 吕特接的北约的秘书长 然后他开始对于中国大陆 有很多的意见 其实大家也会问一些问题 问什么问题呢 问就是说 那以色列去打这个珍珠党 那你北约的立场是怎么样 你不应该去支持 大家要问第二个问题是在于 那你本身欧洲向 俄国买的天然气 怎么会比你向美国买的多呢 所以你一手给俄国人赚钱 资助他 用你欧洲人的钱 另外一手再去打乌克兰 然后你再给乌克兰钱 然后叫乌克兰去跟俄罗斯打 那你不是很奇怪吗 你就不应该买俄罗斯的一滴天然气 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跟伊朗中间的这个战事 因为刚刚发生没有多久 就像刚刚两位专家讲的 其实我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有一说是以色列毫发卫伤 可是另外一说 以色列损失很大 现在不知道 当然双胞是各说各话 那网路上其实今天凌晨开始就很多影片出来 是 所以这些影片到底真真假假也没人知道 因为我们毕竟都不在现场 那可是有一个消息应该还蛮正确 就是在伊朗发起攻击之前 美国已经警告了 所以伊朗会进攻 那这到底是伊朗主动通知美国跟上次一样 还是说就是美国的情报部门 先掌握这个讯息 这个就不知道 那可以看得出来 它应该是有多多少少造成一些损伤 但是损伤大小就不晓得了 可是你说有毁掉20架F35 我是蛮怀疑的 因为他们应该不会把F35这么密集的摆在一起 这样子被击中我觉得也是蛮奇怪 所以现在目前这个整个状况我们是不晓得 但是有一个大概比较可以确定的就是 纳坦雅胡一定会报复 因为为什么 因为对他来讲 他就是在等这些借口 他一直就在等着 所有能够发生战争的机会 一方面把美国拖下水 另外一方面 也能够持续延续他的战时内格 而且现在因为他遭受了伊朗攻击 以色列的名气再次提升 你要知道最近纳坦雅胡的制度升高了 所以这什么状况 表示他们去对付真主党 去炸这些真主党领导人 对纳坦雅胡是有帮助的 那对纳坦雅胡来讲 那就最好 他就持续进行这个战争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就是 已经变成一个很悲惨的状况就是 他们心里头 其实我认为他们希望能够结束这个战争 可是只要以色列要打他们就停不住 就只好被拖着一直走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世界霸主 其实让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 那导师说 现在北约对中国大陆进行这些要求 我就觉得很趣味 他讲说你们这样子 不会影响到你们利益跟信誉吗 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对中国大陆很好 你们现在不就已经在制裁他了吗 那你还要更进一步制裁那就来啊 更进一步制裁你们不做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 并不是因为你们仁慈 而是因为你们自己会受伤 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些虚声恫吓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那就好像天然气这种东西 我大批跟你采购 而且在这个时候美国在对你限制的时候 你算我便宜刚好而已啊 你卖我贵我为什么要跟你买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 实际上他卖给印度恐怕还更便宜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没什么好奇怪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世界的局势 如果中东战争再升高或再扩大 恐怕原油的价格又会上涨 那国际的贸易情势又会是 变成哪样的状态呢 我们先来看看电动车这个议题 欧美在限制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要增高关税已经很久了 两边也都在谈判 我们讲的是欧洲跟中国大陆 那现在呢中美的谈判也在进行 包括最近说是中国大陆的王文涛 跟美国的雷蒙多 两国的商务部部长 会用一个电话来进行会谈 讲的是关税到底要怎么做 那欧盟我先说 本来9月25号 他们有一个对中国大陆电动汽车 关税案的表决 可是现在延到10月4号 媒体的报导是说有可能欧盟会让步 原本要收高达35.3的关税 对中国大陆的汽车 这些电动车 可是现在呢可能因为内部利益 所以会妥协往下降 降到20%以下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内部的讯息 媒体的分析 而另外呢 加拿大大家知道都是美国的小老弟 为美国这个马首是瞻 所以美国对中国大陆加征 这么高的电动车的关税 加拿大跟进啊 百分之百的附加税寄出来了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包括进一步 也将对中国的钢铝制品进口 加征25%的附加税 所以中国商务部就说 这是对中国的单边打压 严重冲击到中加的经贸关系 所以中国大陆已经向WTO提起了诉讼 要打官司 这个不公不义 不公平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科技战 这个围堵围堵很久了 我讲的是西方世界以美国为首 对中国的围堵 那中国的这个科技啊 包括晶片的制作啊 到底有没有突破这个 所谓的围堵线呢 众说纷纭 有人讲说中国已经成功了 有人说还没有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报道 说是中国工信部 研发出生子外光曝光机 也就是DUV 说是它已经成功的 接近了这个ASML 也就是艾斯摩尔荷兰的这个公司 他们的这个光刻机 真的吗 说是这一款光刻机的制程能力 这个约落在55奈米到65奈米之间 所以说它的这个技术进步的很飞快 这个是有一个专家这样子的解释 可是事实如何我们其实不知道不得而知 而华为啊 是不是也有超越也有突破呢 我们先看看它的手机的销售 以中国市场来讲啊 它的总出货在华为的部分是增加14% 这个华为的手机增加67% 那iPhone是往下减少9% 那另外其他的有的没有的牌子 手机是增加11% 不过美国的证券商 博恩斯坦是分析说 为什么华为看起来增加将近70% 那是因为同期的激素小 就去年它卖的少 所以一下子增加很多 这个份额就变很大 那另外呢 iPhone的出货量下降 就表明需求成长已经减弱了 那我们先看看为什么 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其中有一个部分是 可能内部的民族情感 包括中国大陆有一些公司 会鼓励你的员工说 你要换手机是不是 不要用iPhone 不要用苹果的 鼓励换国产 并且你看到内部有这样的通知 在网路上流传 说我禁止你员工 带苹果的产品到公司 如果你违规 我一律开除 同时奖励员工用华为的 你买华为 我给你换手机的员工 提供补助金 他说不为什么 我就是爽 我就是要这样做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 必须讲 有点口出笔伐 或者是你看像那些奥运选手 回到了中国大陆 如果买了苹果 也在网路上公布 有人也会说话 所以像这样子 各种的原因 加起来 华为在中国大陆的 销售的额度就增高了 而苹果就往下降了 而另外 中美的晶片战 包括这个战火 也波及到了韩国吗 包括美国有新创的 AI晶片公司 说是 现在他成功的 在这个市场 把这个NVIDIA 可以来跟他比拼了 一较高下了 而现在包括三星 好像 据说因为中国 不是说要禁止这个中国 因为已经传很久了 说中国的企业购买AI的晶片 从辉达购买 它禁止 可是三星 现在在跟NVIDIA 也就是辉达 有供应第四代的高频宽记忆体 如果中国禁止向 中国企业禁止向 NVIDIA买晶片 那同时 韩国的厂商 三星的厂商 也会受到拖累 现在三星 其实已经陷入苦战了 它今年的股价 已经跌了超过20% 那未来 如果再继续降下去 真的是雪上加霜 不过在韩国 也有所谓的认知作战 说是中国 故意用这个认知战 来攻南韩 那刻意有网军留言 贬低韩制的 这个产品 吹捧中国制的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是多见其发 各国的竞争 在虚跟实 真实跟虚拟之间 都在发动 欧盟的基本文化 应该是要鼓励 这个贸易自由化 不然他们就没有必要 成立欧盟 因为当初从 梅干共同体 六个国家 发展到今天 二十七个国家 欧盟体制内的 所有的国家 他们基本上 都把自己的关税 都取消了 所以它是最主张 自由贸易化的 可是一个最主张 自由贸易化的 欧盟的精神 现在却要采用保护主义 只因为中国大陆的 电动车发展起来了 可是过去欧洲是内燃车 它的发展是最强势的 也就是过去 例如说你看到 德国的汽车工业 Benz 所有的名车 法国的标志 雷诺等 还有意大利的法拉利 还有西班牙的 菲亚特等等 我们看到甚至 连瑞典的国保车 全部都是欧洲车 可是当欧洲车的 汽车工业最强势的时候 它就一直主张说 不能采用保护主义 你必须要贸易关税 一体化 然后我们要遵守 WTO的规定 但是当他今天发现 他电动车输了中国以后 他却要搞保护主义了 找了一堆名堂 这个是跟他的国家的 整个欧盟的集团的 这个自由贸易化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大陆就是因为了解 掌控了欧洲的 这样的有一个基础的 贸易文化 所以他的商务部长 很有耐心 他现在大量的时间都在欧洲 慢慢的跟你谈 慢慢的跟你谈 因为有一些国家 还是会认为说 我们的立欧盟的基础 就是自由贸易 我们怎么自己 背这个自由贸易而走 更何况是这样子 更何况是欧洲的贸易额 占欧洲经济体GDP的总额 二分之一 百分之五十 大陆的贸易只占 它的总经济额百分之三七 而美国是占百分之二七 所以美国是贸易来 丰富它的经济体 占比重是比它低的 百分之二七而已 大陆才三七 而欧盟却百分之五十 所以如果说大陆开始 对欧盟提出 这个一样的保护主义的话 这个欧盟的经济 绝对会碰到重挫 因为连带影响很多国家 所以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 我们看到 现在欧盟采用一种很聪明的战略的转变 它的战略转变其实不是反映在 它的关税从百分之三十 降到百分之二十 其实是这样子 有两个 第一个他就是说 即使十月四号投票完了结果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谈判 因为他知道投票完了以后 我们估计 我的估计 我的估计这次投票的时候 对中国是不利的 OK 那也就是说中国很努力 但是对它不利 但是对它不利了以后 那中国大陆很可能 马上采取反制措施 例如说对白兰地 马上克高关税了 对红酒 对于猪肉 还有对乳制品 甚至未来对于欧洲的汽车工业 都会克高关税 会产生反制 那欧洲怎么办 欧洲现在就是说 哎呀 我们还可以继续谈 通过了以后 可以继续谈 就是说你先不要反制 是投票归投票 我们还可以继续聊一聊 再谈一谈 但是关税11月1号开始起征 OK 好 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请教兵哥 怎么看这个晶片站 还有国际间的汽车 电动车的这样子的一个壁垒 其实DUV这个东西 前两个礼拜就已经传出来了 说他们有办法做到这一个 所谓差不多套科精度小于8奈米 这个东西 那他们就以此去论证说 他是有机会做出7奈米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可是其实这个良率是偏低的 因为它至少要这样重复曝光三次 那如果拿来比较的话 就是它这个XT ASMO的XT460K的话 它的精度是在3.5奈米到5奈米 所以这其实差距还有一大段距离 那当然不管怎么样 你从无到有 当然就是比较艰辛的一个过程 只是它有没有办法加速这个进展 它要花多少年的时间能够追上 那这个就是大陆的晶片站 会赢还是会输的一个关键 那当然现在它还在极其直追当中 那可是呢 我觉得手机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手机 其实你看华为它现在用的还是7奈米的晶片 iPhone 16用的其实是 精度比它更高的晶片 可是问题是 你看至少在大陆买的人还是 选择华为的越来越多 为什么 那个其实掺杂了民族感情 还有呢 就是其实有一些 当有一个系统当你已经使用习惯之后 你大概就是 觉得用那个系统就好 其实你不会很在意那个晶片的问题 其实我讲比较那个一点 晶片差距 去竞争的话 再加上第三世界它的销量 我觉得它还是有机会可以起来 那至于说电动车这个东西 其实效果已经出现 就是中国大陆 输往欧洲的车子 最近销量掉了48% 其实跌蛮多的 那问题是 欧洲自己能够受得了 因为当你把比较便宜的车 把关税提高 就让它进不来之后 就是逼你的消费者去买比较贵的车 然后也不见得会比较好用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这个就跟美国 之前也是一直拿关税 壁垒 作为对付中国大陆的手段 可是到最后 经过这么多 从川普一直到拜登都要卸任了 全像美国打赢这场战争的 看起来好像也是没有 所以我觉得欧盟自己要去思考一下 这真的是一个 你对付中国大陆最好的方式吗 是不是应该思考其他的方式 对双方彼此都好 好 我们进行广告 好 关于晶片战 我们请教李将军怎么看 中国有没有机会做出紫外光界 我觉得机会非常的大 而且可能性也很高 为什么 因为这是基本的理论 那紫外光它的波长 通常只能在200奈米以上的话 是可见光 超低于200奈米来讲 它会被空气所吸收 所以你怎么样在真空管制中 做出它这个光波 可以小于1到2奈米 那我们来讲的话 现在其实传说中 中国已经做出来了 只是说它没有办法 做到那么小一个体积 像一个货柜那么大 机子外光机 大概它大小像一个货柜那么大 但是中国现在做出来 它哪家公司做出来 叫上海维电子公司 它做出来 听说它的面积 像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可是代表说它第一步已经跨出来 那怎么样让这么大一个 这个生子外光机可以缩小到 面积可以缩小 那当然如果说体积缩小 才可以运输到全世界各地 那我们就通常都会讲说 我怎么样 这个奈米变小重复曝光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像是我现在拿手机 去照一张像 对不对 那我希望说是 照到一个细节来讲 我就把它放大 重新再照一张 再把它放大 重新照一张 只是如果说是 我的这种显像度来讲 不高来讲的话 就会模糊掉 那现在中国技术就在这边 如果它可以重复曝光 而让这个奈米的数 可以增压到8奈米来讲的话 我觉得在理论上面 是绝对可以做到的 那如果说万一 如果说真的中国做出来的话 那爱斯摩尔来讲 它这个机器卖给谁 你不要小看 中国其实它 晶片输出它是一个大国 只是它输出的是28奈米以上 成熟继续成 欢迎您回到 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我是前子介绍 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 赖玉钱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是我们的退役少将 栗正杰将军 前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看 包括赖金德总统 不是有说了吗 我们全民要做一个防御任性 要打造这样的全社会 那其中他有提到说要培养40万 可视名利 大家就在解读 这是民兵吗 这是民间的战力吗 要用来做什么呢 我们看到亮哥有解读 亮哥直接大白话告诉大家 下一部会是什么 他说了 11月会有一部电视剧 叫临日攻击 有接受我们政府的补助 这一部片 就是模拟 可能中共要对台 发动攻击的前戏 那样子的剧情 11月会杀青 到时候要巡演 上映了 任之作战放电影才快 他认为像是菊光日 也会放民房 易消应急 也会去 他会从中间 让大家来观看 然后吸收台独干部 他认为赖青德要落实到组织 用意识形态教育 他说其实整个独派都是这样子 都是这一类人 都是这样想的 让大家从方方面面思想改造 让大家有优换意识 结果做台独的准备 是这样吗 这是潜台词吗 那我们看到包括 要让我们全社会有防御力 要有任性的防御委员会 某种程度就是担心有敌军来犯 那现在的敌军 有可能就是解放军了 所以像是美国 就要我们赶快武装起来 作为一个刺猬岛 卖武器给我们买 哪一次不买 一定要买 可是你不能把我们当盘子 你不能诈骗我们 现在有一个报道出来了 昨天被披露来自于彭博社的一个报道说 美国对台军售里面有一个承包商 很有名的雷神公司 用不法的价格诈欺 造成国际友邦损失 他没有讲是哪一个 那美国的立法 立法 司法部立案来调查了 那里头跟我们台湾有什么相关 这是因为美国知道这件事之后 主动跟我们台湾讲 可是因为这个很敏感 所以美国跟台湾之间 有密约说 我们台湾不能主动公开 说是这个来往的文件 都被彭博社给掌握住了 中文翻译在这里 美国在台协会告知 台湾媒体报道中 只提及卡达 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卡达也被变成盘纳 也被A钱 也被诈欺 可是我们台湾也被诈欺 没有错 不能提 美国拒绝与台湾共同发表联合声明 就是意思说 我们的的确确被诈欺了 可是不能讲 台湾的国防部也不能跟媒体讲 大概是这样子签约的意思 新闻在一评 等于被披露了 这是过去我们的一周开 一传媒 一传媒被披露了 当然记者就会去问 像是民意代表 像是国防部 第一时间王定宇说 假新闻 认知作战 他说这个新闻是 在地协力者配合内容农场 大概讲这样子 因为这个是膝盖反应 只要有对执政党不利的新闻 都是假新闻 都是对岸的 可能是第五纵队在搞的 这是王定宇讲的 那我们看到包括国防部 在第一时间也说 这是配合中国75周年国庆 来这个武贺 文攻武贺的武贺 要释放以美论 你们怀疑美国爸爸 你们以美 大概这是第一时间的膝盖反应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以及国防部是这样讲 可是观众朋友 到今天 其实24小时之后 整个大翻转 国防部说有 国防部说 已经跟美国的司法部 认罪协商将赔偿 是谁 雷神啊 雷神对台军售 恶意提高价格 所以呢 美国司法部跟他们 已经达成协议了 怎么会这样呢 可是王定宇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道歉 他第一时间又说是 这个假新闻 我们看到真的是很荒谬 然后我们也很可怜 被跪了 被诈欺了 不敢说 不可以说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大陆 他现在啊 武器发展越来越进步 让人真的很担心 中国大陆的国庆 解放军 发布了MV 东风破 我们先来看看画面 说是 这个东风快递 然后呢 讲到 战古正正 惊雷洞 东风起 是正穹 正苍穹 洲际导弹指天涯 看起来是很轻快的配乐 可是观众朋友这里头 可能是剑指哪里勒 大家可能可以想一想 对于我们台湾来说 当然大家还是很 看起来还是这个怪怪的 还是很忌惮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台海战争的风险 是不是成为头号隐忧呢 就是前澳洲的副防长 他说 必须要调整国防战略 他认为 如果中国大陆 趁着俄罗斯扩大战争 攻击北约成员 那个时间点 对台发动攻击 并且把美国也击败了 那澳洲要自救 要防卫 所以呢 澳洲要备战 连南半球的澳洲 都有这样子 这个居安思维的想法 看起来 战争的说法 也不是空穴来风 而另外美国 32套的鱼叉导弹 已经运抵台湾了 射程远超过雄风2 中国也展开了各种的动作 另外日本呢 日本我们知道 他们的政坛 他们的首相换人了 石破茂 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未来两岸的局势 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何思胜老师 他是日本专家 他说 延续台湾有事 及日本有事吗 石破茂会这样做吗 何思胜说 不会 他不会把台海战争 往身上拦 这是何老师的说法 而另外呢 石破茂 他不断提亚洲北约 大家还记得吗 他当选前也这样讲 他说啊 因为亚洲缺乏 北约市的集体自卫体系 可能会导致战争爆发 所以要建立亚洲版的北约 对西方盟友威慑中国至关重要 就是石破茂念资在资的亚洲北约 来我们先请教兵哥 兵哥你怎么看 我们讲了好多天的 全社会防御任性委员会 这40万可视名利 到底要怎么解读 就是准备搞民兵嘛 不然是怎么解读 不然呢 他们是一直避免用民兵这个词 可是实际上就准备当民兵嘛 可是刘世芳说不是 没有喔 刘世芳虽然说不是 可是他说如果真的发生战事的时候 还是要啊 这些人还是要支援军队作战 那他不是民兵是什么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 我们台湾就这么小一个岛 真的发生战事 你觉得这些人要干嘛 他想不参战也不行啊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所以不要怀疑 现在赖清德就是要把台湾 整个带往备战的道路上去 那未来会不会发生战争 就看台湾的造化 这很难讲 你一方精实军力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军事透明化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你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 发生了什么错误 就是赶快去研讨改进啊 那今天国防部说这个东西 是配合对岸75周年国庆 这个认知作战 就是中共同路人又来 王定宇说这是假新闻 可是这是不是假新闻 这是六月的时候蓬勃的真新闻 那我想请教一件事 国防部你说这是配合人家的国庆啊 这是干嘛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六月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蓬勃都登了喔 那为什么六月你不讲 这不是很好笑吗 然后你们内部跟AIT 这个对话的这个email都被人家拿出来看 那事实就是你们本来想要发联合声明 结果美方说不要 而且美方用失误来代替 这种东西可以用失误来代替 这是讹诈 甚至其实这个案子后来上升到 很多人怀疑他在洗钱 那这么严重一件事情 结果你一声不吭 请问一下你是故意欺瞒吗 你是故意隐瞒这个状况 我们被敲诈了上亿美金 很糟糕 这些都是名指名高 然后你都不讲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可以的话 那郑文燦就可以主张 那个五百万真的是不小心掉在那边的 我怎么知道他掉在那 这是失误 是这样吗 这你能接受吗 所以我觉得不要老是想着 把他推到认知作战 你光不应该要检讨 为什么你不能公布这个讯息 这个新闻到底有什么机密可言 人家国外都登了 不是吗 你们就是想要隐匿消息 知情不报 就是不愿意让大家知道 你们出了一个大包嘛 那不好好检讨 还每天想要推卸责任 这样子就要 民众怎么可能去信任军方呢 所以我觉得军方自己要去想 政府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当然 现在中美对抗态势是很明显 可是澳洲讲这话我就听不懂 他说如果 中国大陆把美军打败了 那澳洲要赶快因应这个状况 你要因应什么状况 他要被凉了耶 被战了 不是 请问一下 中国大陆是准备要侵略澳洲了吗 看起来他是这样认为啊 你有毛病吗 而且我在讲比较那一点 假设连美军都被打败了 请问现在澳洲算哪根冲啊 我讲太谎 美军已经是全世界海军最强的 如果连美军都失败了 请问一下澳洲能干嘛 澳洲能干嘛 所以真的 我觉得这种就是故意 要去升高这种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这是很好笑 然后这个鱼叉被弹也很好笑 吹得跟什么一样 对 他的增程型确实据说 他的射程长达400公里 可是请大家注意 他是反舰飞带 我们的雄丰二增程型 已经可以到250公里 我觉得已经很够用了 李鱼叉到400公里你要打什么 400公里已经打到对岸的陆地上去了 台湾海峡才100多公里宽 我们的雄丰二已经很够用了 你400公里已经准备打哪里 我就不知道 我们要这个增程型到底想要增程去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不要老是去催这种东西 那植二一也是一样 虽然号称是中国大陆的阿帕契 可是实际上他是参考美国黑鹰去改过来的 那实际性能到底怎么样 你没有测试其实谁也不晓得 所以军事上面就是这样 真正加尔加尔真真嘛 那可是 现在这个识破帽上来了 好像一副哇我们要成立北约 大家以为成立北约对台湾是好事吗 你自己看看 在欧洲是真的有一个北约在那里 已经成立好几十年了 结果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 乌克兰发生战争之后 北约是干嘛 北约是送武器送钱叫乌克兰去死 石破帽跟日本的意思不就是这样的吗 到最后如果台湾真的发生战事 有机会我就送你一点钱送你一点武器 他有说要帮你打仗吗 你看北约现在有去帮乌克兰打仗吗 没有啊 所以这就是台湾未来的命运啊 你们还想不通人家在干嘛吗 来 将军怎么看 我们都有点误会赖心得了 我特别去研究一下 他这个全民社会防任总目标 大家特别注意到白色那一行 是国家面临灾难或紧急状况的时候 大概要持续政府的运作等等 其中最重要是资源军事作战 那他的内容呢 总共分为这个五大主轴 第一个简单来讲 我用比较简单话 大家来讲时间关系 第一个他就是要动用名利 就是我们经常讲这四十万 那很多人把它解释成民兵 我特别要替他教区 人家说是名利 你不要随便给人家解释说是民兵 那第二个写那么多 其实就很简单 他要动员物力 第三个是能源 第四个是医疗 那第五个就是通讯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想 帮他解释呢 因为他最近有一个很好表现的机会 也就在今天 今天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山卓尔台风 要来了 那我勾起我这个民国66年 也就1977年的时候 我刚到军校报到那天的时候的回忆 那天我记得我去报到的时候 是赛洛马台风来 然后大家看一下 比照这两张图 那这边这张 这个是赛洛马当时的路线图 这个是这次来讲的话 山卓尔的路线图 我看这两张图好像几乎百分之百 那时候赛洛马来的时候 我在高雄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候有多可怕 我那天走在马路上面 所有汽车都开不动 然后整排窗子 那个阵风16级 我记得那个阵风16级 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整排防着玻璃 一直要全 整条街的玻璃全部吹破一次 这么可怕 对 然后我特别讲这个 就是说 如果说这次来讲 黑熊部队 因为包括我们社会安全 那如果说这次台风来 不要你动不动 就是这个没事干军人 这有事军人干 然后每次都要国军去救灾 那这次来讲 我们验证一下 不要国军去救灾 那明天以后 这个现在立刻 你耐心的还来得及 立刻动员黑熊部队 立刻动员这个全民防卫 作战的一个任性 然后后天台风离开以后 所有的救灾扫马路 或者是复原的工作 看看验证一下 不要动员40万 我觉得你只要动员4000人 你给我看一下 你做到做不到 你再来讲这种话 如果说连台风的灾后复原 你都没有办法动员4000人来做的话 那你暂时 你怎么可能动员40万人的名利 来做这些事情 黑熊部队 这时候今天还来得及 现在台风还没登陆 等台风登陆以后 你们后院 来表现给我们全民看一下 台风说 我们怎么样来复原 怎么样来恢复人员 怎么样来恢复医疗 怎么样来救灾 做给我们看 这是将军很生气 好来赖老师 动用我们40万的名利 可视的名利 这个是攸关我们40万的这些 青壮年 他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 我觉得必须要透明化 这个是人民有志的权利 而且被动员者 他要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 我觉得不能够打模糊仗 刘四方不能打模糊仗 赖金德更不能打模糊仗 你要告诉我 你要动员是哪一些40万人 那一些人 他的父母 他的家庭 他的妻儿 他的兄弟姐妹 都应该有权利知道 而且他本人 更应该有权利知道 而且他在战时 或是在刚刚 立章经讲的台风来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生命的安全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掩盖这个真相 可以把人民 把台湾人来当作牛马来欺负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做的 这是他的权利 他有责任 有义务 他完全可以要知道 他要被动员 他要去干什么 他要到战场 还是他要去救灾 还是他要去顶台风天 而他没有接受 什么样的专业训练 他却要去顶台风天 我觉得这不对的 这个王定宇 你本身 当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人民的纳税钱 我们的人民的纳税钱 国防部去向美国人买武器 然后结果被雷神诈欺了 那美国政府说 你被诈欺了 我现在帮你讨回来看看 然后诈欺的人说 我认罪了 所以他才有认罪协商 我认罪了 所以一个是诈欺犯 他认罪了 我们是受害者 美国政府说 你是受害者 王定宇说 这是假新闻 假新闻 这是假新闻 认知作战 所以老百姓不可以知道 报纸不可以报道 然后其他的立委 都不可以去问 也不可以知道 不然的话 你们就是大陆的同路人 我觉得欺负我们台湾人 欺负到这个地步 如果是如此的话 你没有资格当立法委员 因为你当立法委员的任务 是要帮我们看紧政府的荷包 看紧政府有没有被骗 看紧政府为什么被骗 哪一些人失责 哪一些人被骗了 你要告诉我们是 哪一个长官在的时候 被雷神骗了 为什么没有去把他 督导好 监督好 而让他被骗 蔡英文要不要负责任 当时的国防部长 要不要负责任 军备局局长 要不要负责任 为什么这么多的钱 被美国的雷神公司 诈欺了 被骗了 而到今天我们一无所知 应该要究责 应该要究责 不只是雷神要究责 我们被骗的所有的官员 全部都要究责 而且国防部在第一时间还说 这个是配合对岸的一个文攻武嚇 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 国防部第一时间也在说谎 因为他早就收到美方的通知了 如果不是后续 我们媒体把它揭露出来 可能他都不承认的 美方还帮你讨钱 是啊 这个太可笑 也太匪夷所思 很可恶 哇 对岸的还说